晚安 你好 歡迎收看最淺線新聞 我是黃新華 帶您關注這不幸的消息 去年丈夫才因病過世 雲林這名女老師開車 在三名兒子出門發生了車禍 兩名兒子喪命天人永隔 丟用車十萬火急趕到車禍現場 兩名少年因為翻車摔飛車外 還有對母子受困車內情況危急 交往元順的目擊民眾手指方向發起 其中一個人還被摔飛到田裡 有人在幫他CPR 緊急將所有傷患都送往醫院治療 意外現場鐵灰色的休旅車翻覆 側邊的車門車輪都被撞歪 後保險桿掉落 車頂也因為翻車撞擊嚴重凹陷 另外一輛轎車車頭撞毀停在路邊 警方調查休旅車駕駛林姓女子 上午開車載著三個兒子 從雲林水林鄉要到斗六參加活動 經過殘壓道路五號之路口 跟左側北往南的黑色轎車碰撞 正輛車失控翻覆 後座兩名十四十三歲的兒子甩飛 遺憾的是兩名少年緊急送醫搶救 仍然宣告傷重不治 林姓女駕駛全身多處擦傷 頭部有穿刺傷 九歲的小兒子手臂開放性骨折 母子兩人送醫治療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表示事故現場是五號制產業道路 沒有紅綠燈 小客車車損集中在車頭 休旅車撞擊點 集中在左後側 疑似通過路口 遭到撞擊才會失控翻車 造成一家四口 兩死兩傷的重大意外 TVB新聞 蔡松林 雲林採訪報導 而這起兩死兩傷的車禍 媽媽其實是榮民遺霜 當天要參加榮福處的活動 謝謝捐款人的捐助 卻發生了意外 車禍傷重的劉小弟被推進急診 醫師評估右前手臂必須解肢 媽媽跟著走進來 臉部跟頭部受到撞擊 有撕裂傷和穿刺傷 兩人生命爭相穩定 但對媽媽來說 這場車禍已經讓她的心痛到要碎了 老大跟老二坐在後座 疑似沒有系上安全帶 車禍撞擊瞬間被拋飛車外 傷重不治 開車的林小姐是當地鄉立幼兒園老師 消息傳回學校 院長難過的說 老師的先生去年10月才剛過世 三個孩子都很懂事 8月27號媽媽特別請假 因為三個孩子受邀到兒童樂園 參加榮民服務處的活動 過世的先生是榮民 家裡又是低收入戶 將近一年來 榮福處認養這三個遺孤 善心人士每個月捐款幫助孩子 而這一天媽媽就是要帶著三個孩子 和他們寫的感謝卡片 去謝謝善心的捐款人 沒想到路上發生意外 榮福處人員借到消息都很難過遺憾 立刻趕往醫院協助處理後續 三個都很乖啦 真的是蠻乖的很捨不得 昨天下午還進來幫忙 找個一個婆婆 快80歲了 年邁的婆婆白天在日照中心 院長說她應該還不知情 以前家庭出遊 媽媽開心拍下家中四個男人的背影 最親的人卻在不到一年內陸續離開 大兒子跟二兒子到天堂跟爸爸相聚了 不過還有九歲的小兒子得靠媽媽照顧 母子兩人必須堅強勇敢的活下去 TVBS新聞 採訪報導 日前苗栗女騎士被闖紅燈的野馬車駕駛中島昏迷 搶救兩周之後依舊回天法術 野馬男8月13號在苗栗竹南闖紅燈飆車撞飛女騎士 搶救將近兩周仍宣告不致身亡 女騎士爸爸說原本狀況一度穩定 醫生評估先做骨盆手術 車禍撞擊力道大 女兒右半邊多處粉碎性骨折 這兩天病情急轉直下 昏迷指數驟降家屬同意放棄急救 27號凌晨宣告女騎士死亡遺體送回殯儀館 確切死因要等檢察官相驗釐清 不知道是他媽媽誰 我留了一封信 麻煩那個承辦警員轉交給我 我說我現在就是來哪製料我 我怎麼會有那個時間 聽到肇事野馬男女騎士爸爸不想多說 證實對方家屬有嘗試聯絡 但一直奔波醫院跟警局 抽不開聲也無暇去管 不願多做回應 趕去事發地招魂 不信女騎士是單親家庭長大 招魂是表哥跟表姐 家人只想把後事辦完 回歸平靜生活 野馬男仍在受壓期間 女騎士爸爸擔心這件事 要做精神鑑定 這一點你怎麼判 我覺得如果司法有爭議的話 應該不要拿這個來判輕判吧 車禍當天野馬男狂POIG限時動態還自拍 堅稱自己積極救人 事後被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從南港飆車到苗栗 時速200公里闖紅燈撞飛女騎士 釀成嚴重死亡車禍 高雄的今日戲院拆除作業 傳出第三度崩塌 被要求勒令停工 業者也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監控人員才剛發現義務從天而降 沒想到幾秒後 就有第二次坍塌 這次大逼的水泥土石崩落 換另外一個角度 崩落的土石撞毀了防務網 及鷹架 還拉倒整排圍梨 住在對面的阿嬤差點被砸中 嚇得打電話請兒子回家查看 會這麼緊張 就在於同一棟建築物發生坍塌 短短8個月已經是第三次 原來意外現場 27號中午11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市區拆除中的 金日戲院 一再發生意外 讓住戶氣氛難耐 但拆除業者似乎也無可奈何 原來金日戲院在今年1月 出現首次水泥牆面坍塌 當時波及到對面8戶民宅 以及各一輛7機車 6月份第二次坍塌 波及到3戶民宅 到了這一次仍有一戶民宅 一部電動機車及腳踏車毀損 也讓全責單位公務局說得重話 這一次我們另外會依營造業法 除了警告之外 他最終可以處三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勒令停業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執業 原來這次公務局 除了比照上一次 對業者勒令停工及開罰9萬元 還要依營建法進行懲戒 另外警方也依公共危險罪 將施工單位寒送 但除了懲罰手段 由於50幾年的戲院 結構實在太過老舊脆弱 導致三個月的拆除工期 變得遙遙無期 因此市府也考慮 要協調當地住戶 暫時撤離 讓業者能夠加快 採除進度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台北市民生社區 有滿載瓦斯桶的貨櫃車 跟計全車發生了衝撞 差一點就波及到了民宅 小黃才要通過路口 就和小貨車發生插撞 兩輛車失控 一起衝向路邊騎樓 當時至少三名路人走過 嚇得急忙跳開 有人甚至還往後摔了一跤 敵坐在路上 但最驚險的是貨車上 載滿瓦斯桶 這一撞好幾桶飛出車外 小黃車頭整個被撞毀 壓在瓦斯桶上 車底還滲出一體嚇壞大家 幸好只是水 而小貨車衝上騎樓 車頭緊貼店家柱子 駕駛在車上受到驚嚇 更可怕的是 車頭上這些瓦斯桶 被撞到東倒西歪還掉下來 可以看到由於現場 貨車是直接衝上人行道 在地板上是留下長長一道刮痕 而當時小黃的車輪底下 還壓著一桶瓦斯桶 看著附近的民眾 真的是非常緊張 車禍點在台北市民生社區 市場不只路樹圍欄 都被撞碎 柱子凹陷 停在騎樓的單車 都被撞到扭曲變形 早上9點半一輛小黃 執行三明路時 和從巷子內衝出來的貨車擦撞 導致小貨車失控衝上人行道 計程車良性問獎和貨車紅心駕駛 手腳多數擦錯傷 送一後沒有答案 但貨車上載滿瓦斯桶到處盆飛 就怕會爆炸 裝載危險物品要領有合格的臨時通行證 兩名駕駛都沒酒駕 詳細造質有待釐清 但如果貨車上瓦斯桶未固定好 最高可罰一萬八 且在瓦斯桶上路 按照規定得申請通行證 否則同樣有一萬八千元罰單 目前瓦斯業者尚未提供相關證明 給警方查驗 畢竟這回載的是瓦斯桶 誰都不敢大意 新北市有車廠的業務員 自己違規紅線停車愛車被拖掉 卻惱羞全弄拿鈔票砸警察 治下麻煩大了 拖掉輔助輪駕才裝到一半 突然聽見遠方有人大喊 原來他是這輛黑色轎車的車主 到新北市系指這家理髮店剪法 卻把車停在店門口的紅線上 一發現有拖掉車 立法店的圍巾都還來不及拖掉 立刻衝到路邊 正在自己的車子爬 不斷的大聲飆罵 甚至還嗆瞎揚言要提告 最後竟然從前摩掏出600元的鈔票 氣衝衝的就往開單的遠景身上丟 說自己沒有犯法 但整個過程早就被全程搜證 證明24歲的世信男子 是一名車廠業務 不滿剪法林婷被開單 直接槓上警察 只是這回頭髮都還沒有剪好 卻因為丟錢的這個動作 我沒辦法我沒有妨礙公務 最後不僅罰單還是得繳 更被易妨礙公務和侮辱公務員 被帶回派出所 TVB的新聞 黃金國佳陽曼新聞報導 再來看到把公有的停車場 當自家的 台東富剛 漁港的海產店家不滿意 民眾停在公有 停車場卻沒消費 對著車子泼雞湯 開車準備回家 但開到一半 卻發現車窗有點髒髒的 沾滿一點一點白白污漬 好像是廢油 然後車子毀成這樣子 都油啊 從車頭到前擋風玻璃 再到車門通通都有 所有人看傻眼 怎麼從天而降的不是雨水 而是油膩膩的液體 本來以為是不小心沾到 結果仔細看 這詭異的液體 卻是沿著餐廳來的 26號晚間 有民眾開車到台東富剛 漁港附近找朋友 車停到餐廳後方的公有停車場 結果卻遭到惡意波不明議題 原來他們停的地方 就在餐廳後方 明明是公有可以臨停 卻引起餐廳業者不滿 波雞湯 監視器都拍到了 讓車主懷疑 他們把這裡當成自家 拉特約停車場 還說用餐就能免費停 車主氣得報案提告 調閱監視器 老闆娘才出面道歉 和解後被要求得要公開PO文 賠償清潔費也要捐作公益 不少曾經去附近觀光的民眾 也都懷疑 餐廳長期霸佔停車場當自家的 因為只要有人來停 就會出來招攬生意 不消費就把人車趕走 明明是公有 照規定可停車 卻被這樣對待 縣府現在也要介入調查 因為這可以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最重罰1500元 日月媒新聞綜合報導 而現在RSSK前任 就是他們發動攻擊 美國白宮還有國會山莊 是降半期來哀悼 總統拜登更誓言 要報復追捕到底 美國白宮國旗緩緩下降 另一頭國會山莊同樣降半期 這是為了哀悼阿富汗喀布爾機場 恐攻事件的罹難者 美國總統拜登怒嗆要報復 矛頭指向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分支呼羅山 又稱ISIS-K 這個極端組織已經發出聲明 坦承他們就是個 喀布爾機場恐攻的幕後黑手 活動範圍分布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 光在阿富汗就有1500到2200名戰士 呼羅山的手段可是比塔利班還兇狠 因此吸收不少覺得塔利班太軟弱的激進分子 儘管雙方都屬伊斯蘭教遜尼派 但就像地方角頭爭地盤 可說水火不容 現在呼羅山成為各國撤離阿富汗的最大威脅 美國也警告這樣的攻擊恐怕會繼續出現 不只美國 英國首相強生也說英國會撤離到最後一刻 只是喀布爾機場情勢急速惡化 現在包括加拿大德國丹麥等五個國家 都已經宣布暫停撤離行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加零回到國內今天本土疫情加零同時BNT疫苗 傳出8月底有機會到貨 明天也會開放接種的預約登記 首批的BNT疫苗即將到貨 指揮中心也宣布了在疫苗預約平台的部分 是新增了BNT的選項 預計在28號的下午2點就會來做開放 全民預約優先對象是12到18歲年輕人 有勝才從第一類往下排 別忘了還有300萬劑莫德納鐵粉可能轉排BNT 有的等更別說順序最後的19到20歲大學生 還是能夠把空缺能夠盡快把它彌補起來了 那因為我們疫苗還有莫德納也有AZ 那我們希望能夠讓年輕的族群盡快能夠達到 19到20歲大學新生 不只是學校菜鳥 疫苗也要等哥哥姐姐 BNT到貨沒能雨露均沾 但多少能解渴 回憶起當初美國捐台灣的莫德納 陳時中興奮到抱住署長周志浩 美國的雪中送炭讓部長卸下居井外衣 疫苗彌族珍貴 但也並非打了疫苗就萬事OK 國內疫情本土加零 境外7例有3例突破性感染 混打也擋不住Delta 累積境外移入基因地區 一直有16例全是印度變種 國內累積70例境外8例突破感染 國產高端也在增益源接種後死亡 另外 既雙北疫情降級831在開放長照探視 房客不得超過3元 加零多來幾天開放的才更多一些 TVB的新聞 副聽話張米如宣童 S1小組台報道 而這是防疫類婚頭了嗎 指揮中心8月24號就開放室內活動 容留80人 但是民眾投訴根本沒放寬 制定1999也搞不清楚 副總你好 不好意思 由於我們活動因為那個有人數上的限制 那當天可能沒有辦法邀請您來參加 電話中頻頻跟客戶道歉 而且一打就是30通 這間公司在週四五兩天舉辦重要活動 卻因為1999的誤導造成很大困擾 我們在活動前三天的時候 又突然接到飯店的業務打電話來跟我們講說 政府單位又禁止他們舉辦超過50人的活動 明明指揮中心21號就宣布 8月24號起室內容留人數從50人放寬到80人 室外到300人 曾小姐卻說他們接到飯店的轉告 不能舉辦超過50人活動 詢問1999說法卻一改再改 目前現在室內開放就是到80人 跟中央有差異的雙北就是同住家人 內用夠餐夠食不用隔半 接線人員在25號強調跟進中央放寬到80人 隔天又改口 因為我們這邊是就台北市提供的資料 那如果說台北市沒有更新 我們就知道中央提供的資料 所以中央現在提供資料是80人 你告訴我台北市沒有更新 到底是80人還是50人 到底是50人還是80人 這些人員自己都補灑灑 也難怪市民聽的火氣都來 每一天的變化都很多 甚至每一天都有新的SOP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我們在訓練上面 需要再做一些加強 北市府表示室內容留人數 確實從24號開始跟進中央到80人 強調會再加強人員訓練 1999後續也回甸致歉 疑似基層人員不熟悉政策 才導致誤會 TV新聞交換文書 而泰報道 快開始來了 學生們練習吹奏管樂 自製防疫罩 一人一罩才沒花做 那還是被投訴違規 內湖國中管樂團學生躲進雨傘防護罩 一人一座傘花在裡頭吹小號法國號等 但照片曝光卻被檢舉違反防疫規定 因為北市教學指引說音樂班個別課 吹奏類課程要踩視訊或線上 團體課無法戴口罩就要調整教學方式 管樂團被檢舉後 北市教育局請學生暫緩練習 學生現在只能戴著口罩 拿樂器示範怎麼進入防護罩 家長們說 花了約一個禮拜 想出用透明雨傘加薄塑膠布和養生膠帶 自製三合一防疫設備 每一組費用大約兩百元 第一次有點奇怪 但是其實看得蠻清楚 我覺得跟現實上課比起來 其實這樣感覺差不多 只是裡面會悶一點 你覺得你有點缺氧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外面去透透氣 使用完之後會用酒精內外噴灑消毒 雨傘防護罩一人一組不混用 室內空間最多30人也符合教育局規定 另外外屏老師桌子前也用一塊塑膠布阻隔 做好防疫 把小孩包覆在裡面 然後讓他們有舒適度的通透度 然後也可以達到現場練習的效果 會比線上練習的效果更好 這樣可以啊 如果你問我 我說可以啊 我們這種社交距離啊 整個設計 就在防止這個飛沫 雖然指揮官陳時中點頭說OK 但規定當初是教育部定的 對此北市教育局表示會行文教育部 討論當防疫合乎規定 對此能有條件開放 目前防疫指引每兩週檢討一次 但9月1號就要開學 學生和家長想方法 希望兼顧防疫 也讓各種學習不中斷 TVBS新聞忠義副鴻君也看不到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